昨天一名二年级女学生的母亲召开记者会申诉 女儿从今年初开始遭到男同学抚摸臀部 甚至遭到一般男同学企图触摸女儿的胸部 而家长投诉后 校方却只是发出警告信 处罚男同学停课三天 教育部副部长拿督张胜文今天针对此事回应说 针对所有学校非礼合霸凌的案件 教育部秉持137原则 也就是第一天必须有初步报告 第三天州教育厅和县教育局必须采取行动 并在七天内解决问题 随着警方已经介入调查 该部会等待调查报告出炉才采取行动 没有息事凌人的 只要有报告上来我们定位采取行动 至于说校长 当然我们不能听单方面的 我们要听校长是怎么样的一个谈话 所以报告出来我们就知道整个事情的全貌 另一边乡 受害者母亲今天继续向媒体揭露 事情曝光后 加害的男学生今天连同姐姐 在学校里言语骚扰和嘲笑受害女童 心疼的母亲也透露 她曾经向对方家长表明 有意报警求助 但没想到对方的回应竟然是 自己和警队关系良好 根本没在怕 他其实有说到他跟警方是有 他跟警方有关系 我跟警方有关系 你可以去报告 你都可以 因为我认为他们会跟你的报告 他挑战我 这名母亲强调 他并不是要对付加害人 只是希望各方能够马上采取行动 不要让这名男学生一错再错 MTV7综合报道